大家好 最近有话有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养护的先克莱 最近出现了黄叶的现象 而且生长得非常的缓慢 新叶片也没有进展出来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个非常的好理解 因为先克莱到了夏季 会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 那么叶变出现 退化 发黄 老化 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先克莱在进入到28度以上就开始 休眠 那么它这些叶片就会慢慢的枯萎 慢慢的老化 如果是我们浇水过多 引起的叶片发黄发烂的话 大家就要注意不要给它浇水 因为这个时候它进入休眠状态 不需要水分 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土壤干燥 我们分辨先克莱的叶片 是否是出现病害 或者是自然退化 也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些枯萎的叶片 如果没有出现斑点 或者没有出现腐烂 是慢慢的干枯的话 那是属于一种正常的 如果说出现斑点 还有出现腐烂 那么我们就需要注意检查一下它的根球 大家看一下这个 先克莱这里呢 它有一个种球 这个种球 如果说我们平时浇水过多 或者施水过多 这个种球就会发烂 烂了之后 它就会出现叶片根则发烂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要及时给它脱盆 然后把它清洗干净 等它晾干之后 重新把它放到土壤里面 最好是把它放到沙子里面 让它呢 度过这个夏天 避免了继续的腐烂 所以先克莱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也不需要给它修剪 有些话有可能说 我们要不要给它修剪掉这些叶片呢 我们也不需要 给它自然的退化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养护的环境 在30度以下 或者是28度以下 先克莱还是正常的生长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使用一些控制富而肥 这种肥料呢 大家一定要选这种花果型的 这种花果型的 它的这个甲元素偏高 因为甲元素可以撞食先克莱的球根 本身甲元素 它是可以提高植物的健康程度 提高植物的免疫力 还有提高叶片的光合作用 可以锁住叶片的水分 不容易挥发 尤其是在夏季这段时间 我们使用这种肥的话 大家也要注意 像我手上这么大一颗先克莱的话 只需要放十几粒左右 撒在这个喷土表面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段时间养护 大家一定要减少胶水 保持土壤 干燥 等这个土壤干燥个十天八天 然后呢 再给它少量的浇点水就可以了 不要给它浇太多的水 千万不能给它积水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先克莱这段时间出现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解决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大家